大家好,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作為李斯本大學嘉賓出席活動的時候 羅馬主帥摩連奴就講到關於VAR的話題 摩連奴表示,門線技術是客觀公正的 求入和不入完全在實際情況 之間沒有任何故事 關於越位的判罰,除非有人刻意畫出曲線 否則越位的判罰也是客觀公正的 我們由於一英寸的越位而輸了比賽 這也是越位 我想要實際的比賽時間,因為沒有浪費時間的餘地 在葡萄牙或意大利的足球文化中 合理運用門線技術是一件積極的事情 VAR有時候也會帶來爭議的判罰 所以你可以喜歡VAR,也可以不喜歡 我曾經因為一個有問題的著球 輸了歐冠準決賽 當時如果有VAR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球究竟是入還是不入 不過也因為越位入球贏過一些比賽 好球不等人,立刻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的賽事 だぃ